这是人类在过去的太空研究十年史上最重要的一步 就像当时美国的太空人Armstrong登上月球那一刻一样 这就是无比重要的 人类在所有的我们现在整个太阳系里头 其实一直最有兴趣的星球是火星 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一直相信 在当地过去曾经有过水 它可能会有其他的生物存在 不过Hawkins曾经提出严厉的警告 真的可能会有外星人 而外星人的智慧 它可能根本不是人 但它的智慧可能远远超过于人类 我们不应该去寻找他们 因为寻找他们到的那一日 可能就是人类的毁灭之日 这是Hawkins的警告 但是对NASA来讲 登陆火星这一刻是等待了十年 终于完成了大事 目前为止到现在为止 至少还没有看到Hawkins所说的可怕的外星人 在探测火星的同时 其实地球自己正面临一个可怕的水深火热的状况里头 最近越来越多人相信全球暖化的讯息 虽然全球大多数像欧洲 像亚洲国家都已经接受了暖化的理论的人 都是居多数的 但是过去对这个理论怀疑最深刻的一直都是美国 而美国最近的大干旱 终于使美国超过50%的民众相信了暖化的理论 而在过去这一个礼拜里头 最严重的全球的极端气候现象又出现在菲律宾 菲律宾这次并不是因为台风 只是因为它连续降雨将近了一个月 那过去呢 马尼拉是很少淹水的 去年马尼拉大水 它以为只是一时 今年马尼拉有大淹水 大概淹掉了首都将近五成到八成左右 夏日午后的大雷雨 对居处低维度的岛国菲律宾来说 再品尝不过 特别是先前苏拉和海魁两个台风刚走 彼此间还存在着导引气流 然而急行的救护车 无疑正给天真的人们一记当头棒喝 因为雨仅下了短短24小时 已经有人并都没有 首都马尼拉八成地区泡在水里 不要说城市出入困难车如行舟 山区更惊险水深极凶 得仰赖绳索才能把人一个个救出来 近乎哽咽的她 刚经历土石流的九死一生 这是她第一次眼睁睁看着 大自然残酷的夺走挚爱 而她自己同样看不见未来 像打游击战伺的 人们看到物资就抢了 因为这次马尼拉受灾最严重的地方 集中在平林区 数百万穷人过去长期在河边 湖边 湿地等低洼处 搭建临时住所 一场大雨带出大批垃圾 也把社会最底层的问题 全冲了出来 这哪像个现代都市 十多天的大雨重创菲律宾 七十多人死 两百万人受灾 极可能不是最后结局 因为菲律宾人的共同记忆 就是2009年马尼拉最大洪灾 夺走了四百多条人命 而这回鱼在72小时内 就下了八百七十毫米 几乎要比过往八月平均值 多出一倍 其实像菲律宾所处的热带季风气候 每年平均都有20个以上台风造访 风雨逼烟显然不是单纯天灾 背后还有都市规划不善 执法不严等人为因素酿灾 那么我们现在经过一番寻找 终于在街角找到了这么一处 下水道 但是经过我们的观察 这个下水道根本就不能工作 也就是说整个街区的这一片积水 要等着太阳把它慢慢晒干 总统艾奎诺灾区握手 受到英雄式欢迎 灾民把它当救星 因为明天睡醒就能摆脱洪水困局 都市规划者曾经估计 包括重建天然流域 替占地者新建低价住宅 并疏通人工排水系统 菲律宾如果要真正进行全面都市改造 少说得耗资数十亿比索 但事实上每年洪灾损失 绝对不会少于这个数字 要人民祈祷不下雨 还不如寄希望与国家彻底情信